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光是有关系 而且说起来特别的耐人寻味 这佛教名山当中的普陀山就位于北纬30度附近 准确的数字是北纬33度 而普陀山的观音像正好是33米 在普陀山环岛测量距离是33公里 甚至在普陀山最大的寺院普祭寺有33尊观音像 这一连串的数字真只是巧合吗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7年 去看一看33米观音像开光那天究竟发生什么了 1997年10月30 普陀山南海观音开光仪式 倒计时还有一个小时 本来还是万里无云的天空 刹那间乌云立步 一场暴雨露出了真名的面目 出现此景到底是何兆头呢 正在数千僧众议论纷纷的时候 本来定好八点的开光仪式 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推迟了15分钟 15分钟后好不容易等来了开光仪式 结果话音刚落 天上的乌云出现了一个洞 洞内竟然射出了一缕耀眼的白光 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因为这缕白光直接照在了33米高的观音铜像上 难道说观音显盛了吗 大家屏住呼吸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道白光之上 突然有人喊到观音显盛了 快看哪 只见白光露出了观音上半身的剪影 好像是站在了莲花台上 此情此景几千人俯身叩半 在场的人都无法解释这种奇特的景象 不要说有信仰的僧人了 就是没有信仰的普通人 看到这般景象也一定会被深深打动 深信这是菩萨显灵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光线有点强 并没有人用照相机拍下这一幕 反倒是被一部家庭摄影机给拍摄了下来 这段画面就成了现场拍摄到的 唯一的珍贵资料 观音道场普博山 从此名扬全国 即使普博山能够成为观音的道场 本身就十分的神奇 一位来自日本的和尚 从五台山求得一尊观音将 试图带回日本 但是就在船走到南海普陀的莲花阳的时候 遭遇到了巨大的风浪 几次启航均告失败 无奈之下 这位日本和尚决定暂时停泡到一个小岛上 修正几天 期间自然少不了念经祈福 也许是白天想的太多了 到了晚上竟然做了一个梦 梦中见到了一位僧人 站在床头对他说 你只要把我安放到这个岛上 我就一定会让你平安起号 一觉醒来 这日本和尚突然觉得 这可能是观音在点化自己 于是他决定放下杂念 把这尊观音就供奉在他平靠的小岛上 从此 这个地方便被称为不肯去观音院 而这座寺院所在的小岛 就是今天的南海普陀山了 虽然观音托梦把普陀山作为自己的道场 但是当年他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却不是普陀山 而是西藏的布达拉宫 那么印度是观音的老家 不过问题来了 既然老家在印度 观音的形象多少应该跟印度人沾点边 可是您看看我身后观音像 穿着是中国的传统服饰 一身白衣 然后手里边这两个道具很有中国特色 一个是郁敬平 这首是杨柳枝 当然了 这可以理解 毕竟得入乡随俗 可问题是 在云南一带 供奉的观音大多是留着胡子的 叫什么 叫观音宫 典型的一个男人形象 而在其他地方 大部分的观音是女人的形象 那么观音菩萨他这性别到底是男还是女呢 这是一组古印度时期的佛像画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观音就是一个标准的男二身 而且不光是观音 其他佛像也都是男人 这是因为古印度认为 慈悲是男性的特征 女性代表的则是智慧 但是自从佛教传入中国 严复慈母的思想 就深深地改变了这一切 有需要就必须有牺牲 于是一位普度众生 慈悲为怀的伟大女性诞生了 她就是观音菩萨 不过虽然弄清楚了性别 但是在普陀山普祭寺当中 观音竟然变成了32种形象 再次扰乱了世人的眼球 您能相信这些貌似恶鬼 又像真人的塑像 也都是观音菩萨吗 这32尊塑像 有神有鬼 有人有僧 他们其实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说白了 就是观音菩萨的32位替神演员 他们变来变去 图的又是什么呢 原来观音菩萨做人很低调 如果你是一个恶人 他就化作厉鬼 在你的梦里反复出现 让你饱受精神摧残 直到你开始积德行善 如果您是病人 观音菩萨就可能化作一个僧人 为你治病疗伤 如果遇到各地闹饥荒 观音菩萨肯定是天降万诞米 救苦又救难 总之观音不会马上显灵 都是很低调的 潜移默化的 用最小成本让你开悟 等一切结束之后 观音在适时的显露真身 自然就能让你潜心向佛了 看来观音菩萨 还是一位方法论的高手 这是四大佛教名山当中 最特别的一座 相比起前边的三座名山 它没有什么轰动的灵异事件 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神话传说 但是它却有真正的活菩萨 什么呢 十五位德道高僧 在原济之后竟然肉身不符 听起来似乎完全违背了科学道理 但是如果您现在去九华山 马上还能看到这些肉身菩萨 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肉身不符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下边我就带您走进其中三尊肉身菩萨 人物介绍 姓名不详 法名吴侠禅师 集贯北京卢沟沟桥 出生日期 明朝家境十五年 也就是1513年 兽界时间1536年 于五台山 元济时间1623年 受活110岁 吴侠禅师所居住的寺庙 名叫百岁公 是九华山一座六百年历史的古寺庙 这就是吴侠禅师的不符今身 他是在110岁的时候圆寄的 明代的崇祯皇帝 正是被他赐蛇血超经书的精神所感动 台下圣旨修建这座寺庙的 那说到吴侠禅师呢 那不是外人 咱北京老乡 北京晚平成人 卢沟桥那片的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 这吴侠禅师来到九华山修行 从万历年间一直到天启年间 这皇上都换了一波了 他老人家还健在呢 受活110岁 直到天启三年才圆的祭 这吴侠禅师啊 从修行到圆祭 您往这儿看 全在这个山洞里边 话说到了明朝末年 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 这吴侠禅师呢 就给崇祯皇帝拖了一个梦 说自己肉身不符了 于是呢 这崇祯皇帝 也派了一个钦差大臣王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寻找肉身 王的人呢 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 是晚上啊 看到不远处啊 就在山洞里边 是大放一彩 走进了一闻呢 是扑鼻的香味 终于找到肉身像了 觉得不可思议 回去呢 奏报朝廷 于是呢 崇祯批准 在这个地方啊 盖了一个万年禅寺 如果您看到吴侠禅师的金身 就会发现坐姿有些不同 他的胳膊是悬空抬起的 据说这不是人为的 而是有着一段 惊心动魄的故事 吴侠禅师元祭之后 百岁公曾经多次失火 其中一回火势极其凶猛 大火似乎把整个寺院吞噬了 这个时候肉身菩萨 竟然抬起了双手 有打坐的姿势 变为了遮火的姿势 忽然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很快突灭了大火 从此这尊肉身菩萨的胳膊 就再也没有放下来 始终保持着当年灭火的姿势 寺庙里的这块石碑 记录下了这位高僧的生平 他本名海裕自吴侠 二十四岁出家于五台山 明朝末年他仰慕金地藏 普度众生的精神 不远万里来到九华山 可是连年的战乱 是这里变得满目疮痍 香火衰败 来到九华山以后 他重建寺院念经礼佛 试图重振九华山 而九华山博物馆里 至今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文物 它就是被九华山历代僧人 视为珍宝的国家一级文物 吴侠和尚赐去舍写 伴金粉抄写的 大方广佛花眼镜 全书一共八十一卷 四十二万字 这是何等的毅力 何等的前程 才能支撑这位法师 完成这样的壮举呢 据说为了抄写这部经书 吴侠和尚每隔二十天 就赐舍写一次 先后共经历二十八年 才完成 其间几次 因为失血过多 导致昏迷不醒 但是醒来之后 他依然继续抄写 据估策 吴侠和尚抄完这部经书 所耗的血液正好是一个正常人 全身血液的总和 一百一十岁的时候 吴侠产士抄完了全部经文 大院已了 他用石头封上洞口 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家 在吴侠和尚离开人世以后 他的弟子们把他装入缸中 三年之后 择日起缸 发现吴侠产士竟然肉身不腐 颜面如生 重途惊差不已 认为无暇禅师 普修已成正果 便将肉身装精供奉 直到今天 尊称百岁公 人物介绍姓名江苏敏 发明仁义士探 籍贯东北沈阳 受戒时间1982年 于武台山 元祭时间1995年 受活85岁 出家前经历 中医针灸大夫 志愿军战士 1998年农历11月15日 私上和休闲两位法师 打开了已经存放了三年零两个月的坐缸 神奇的景象出现了 只见仁义事态端坐在缸中 头部还长出了两寸长的心发 牙齿完好 皮肤毛孔清洗 身体肌肤有弹性 女性特征全部消失 手部做捏针状 这竟然是她几十年来 为人针灸的姿势 这种奇景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 她也是肉身菩萨中 唯一的女性 被称为最爱国的肉身菩萨 说到这位最爱国的肉身菩萨 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她1995年在九华山远寄 享年85岁 仁义师太是九华山 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比丘尼元祭之后 肉身不腐之人 如今她就端坐在九华山 通会禅林佛堂的神龛当中 死后肉身不腐之人 必是高僧大德 神奇无比 她这一生是怎样修行 才练就了不腐之身呢 仁义师太的一生 可谓是传奇的一生 在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 她毅然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成为了志愿军当中的一名卫生队护士 当时她的从医经历已经十年之久了 在朝鲜她为士兵疗伤 为朝鲜人民治病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 回国后的人义师太 被分配到了吉林通化的206医院 后又到沈阳的一所中医医院 从事针灸工作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人义师太终于可以继续自己的心愿了 出家人终于可以回到寺庙当中 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过去的出家人可以回到寺庙里来 这个时候她卖掉房子 地 金条 小宝 大洋 所有的财产卖了12万 82年的12万是一笔巨幻 她又重返舞台 又把她的头发重新削掉 又受了一次戒 这个时候她已经72岁了 她在朝鲜的腿已经爬山雪地里 已经是很不好了 那时候她就开始煮棍子了 这个时候她就来到了江南 用这12万把这个庙恢复起来 1989年人义师太再下九华山 把寺院的住食工作交给了弟子 随后人义师太赴山西 石家庄 邯郸 大同 太远等地弘法念佛 筹集资金 先后修建了两座寺庙 出资修建的小寺庙更是数不胜数 就这样 当人义师太离开九华山已经整整过去六年时间了 直到1995年她突然预感到了什么 匆忙回到九华山 那么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当时回来我们认为她是养老的 实际上不是 她是自知识自 她时间已到 她要往生了 她是五一回来的 十月份走了 在走之前 她一个星期不吃饭 喝白开水 那时候我们也不太理解 她把她的胃肠洗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在第二天的晚上 她不愿意让我们看着她走 所以我去了她房间以后 我说师父喝一点水吧 她说不喝了 后来她就把那灯绳就拽下来了 她说你要不走啊 我就把灯闭了 我说好好不要闭灯 我马上就走 用她时间到了 她是晚上七点走的 这个时候我就出去 出去我就嘱咐我们家里的其他师父 我说出去你们一定要十分钟进来看看 师父 我呢去梳洗一下 还没等洗完 这个时候那师父就照 因为她时间到了 就这样我们就按照她生前的遗嘱 不要火化 当时我们心里头也很忐忑 为什么 因为史无前列 没有一位女性能做成金刚不坏身 99年的1月2号 我们就一仙刚完好无所 当时她的头发还长出来了一缺 那个指甲你看 那个指甲也很长 它是扎针灸的样子 也是在钢里三年长出来的 就这样我们就把她贴了金供奉到这里 就这样九华山又多了一位肉身菩萨 而且仁义师太的真身造像 也是佛教界罕见的 因为九华山曾经出现的肉身菩萨都是男性 根本没有女性 仁义师太源迹后肉身不符 在九华山乃至世界上还是首次出现 仁义师太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 但是众所周知 只要是生物细胞死亡之后都会腐烂 这是自然规律 尤其是九华山上 温度高湿度大 这种条件不要说保存尸体 就连米饭放上一球也会变馊 而且仁义师太源迹之后 并没有对它的尸体进行处理 更别说用防腐药水了 潮湿的气候是保存尸体的大迹 但是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仁义师太的法体三年中一点没有腐坏 而且还奇迹般的长出了新头发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他源迹后直接放入缸中 如今这口缸就保存在寺院大殿的门口 供游人瞻仰 人物陈万超 法号辞明 籍贯江苏高游人士 出生日期光续三十年 寿介世间一九三四年于南京 元寄世间一九九零年 寿伙八十六岁 在这个地藏禅寺里边供着一个肉身菩萨 就是慈明和尚 这个和尚呢 有一外号叫八百斤和尚 怎么来的呀 我给你讲讲 话说呀 在建国之后不久 江苏省瓜州县人民政府大兴水利 有一天呢 在这个建筑工地上边来了一个和尚 一根扁的两框土满满当当挑起来 剑步如飞呀 民工看完之后都不能口呆了 有热心人说咱要要多少斤 结果呢一撑 整整八百斤 后来呀 在这个表彰大会上边 真政府送了他一个锦旗 上面绣了三个字 八百斤 从此之后啊 这个哑号算是落下了 我们如今看到的慈明和尚 肉身像 并没有觉得 他是一个多么高大 魁梧的大力士 身高也就在一米七五左右 那么他是怎么单起 八百斤的重货呢 有人猜测 慈明和尚 有这么大的力气 一定在饮食上 有独到之处 也许这肉身不符 和饮食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九华山的斋饭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豆芽菜 辣椒 再加上几块豆腐 怎么看 都觉得太普通了 如果慈明和尚当年 就是吃这样的饭菜 无论如何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所以说慈明和尚 天生神力 和肉身不符 应该跟饭菜 没有关系 咱家里吃饭 一般的都比较随便 拿起筷子 他一说就出声了 在寺院吃完不允许 怎么办呢 如果按规矩的话 吃饭 这筷子你看应该这么大 没事吧 如果说吃上了 这饭吃完了 没吃饱 要添饭 他又不能说话 这怎么办呢 告诉您 这里也有规矩 拿起碗来 如果您添半碗饭的话 在碗里边划一碗 我添碗的话 沿着碗盐划一边 盛饭的时候 人就明白了 这慈明和尚也是九华山的一个肉身菩萨 话说在1981年的时候 他一个人来到九华山 就在东雅禅寺修行 当年守着幽名中庭 每天敲钟不止 一来可以修身养性 二来给佛教圣地增加氛围 那么不敲钟的时候 他手里拿一方便连环铲 方便众生 助人为乐 当年他在这个地方 还拍了一张照片 黑白的 而且那个照片 到现在还保留着呢 师傅 哎呀 太心 太心太心 师傅真好 人是这 人是这 是吧 就是这个藤子是吧 对 以后我们拨着那个 紫命河上有一张照片 如今流传了下来 手持方便连环铲 站在一座中庭前面 而这座中庭 就是他工作和修行的地方 一待就是十几年 从不抱怨 专心敲钟 这间小小的屋子 就是紫命河上的世界 1990年 好像心存欲感 自知往生在计 他叫来弟子 交代后世 要求坐纲 三年之后起纲 定是肉身不服 三年之后 奇迹发生了 起纲之后 众徒弟发现 慈明和尚果然是肉身不服 毛发无存 猴结可变 九华山 又出现了一位 尸身不服的肉身菩萨 自此我们已经和您说了三位肉身菩萨的故事 但无论从坐纲还是饮食 出现肉身不服都是无法解释的 我们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 仁义师太 无暇产师和慈明和尚 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在临终前都要求保存法体 似乎他们早就知道 元祭之后会成为肉身不服 第二他们都是在秋冬两极元祭 这个季节九华山气候干燥 这是否对遗体保存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如今这些肉身不服的菩萨 就端坐在九华山上 接受着无数人的顶礼膜拜 著名的学者于秋雨 曾经在自己的书里写过这么一段 说他两岁的时候 有一回被土匪劫走了 他的外婆发现之后 拼了命的在后边追 逼得土匪跑到一个寺庙里了 当时正好赶上一大群和尚做法事 土匪竟然连步子都卖不开了 只好堵到一个角落里 但正是因为这片刻的间歇 唤醒了土匪的良心 也许是不想在佛祖面前作孽 最后土匪把于秋雨还回去了 后来于秋雨这样评价 说他认为佛教能让任何人得到启迪 而四大佛教名山 正是这么一个净化心灵 给人启迪的地方 看过这两天的节目 了解了这么多 关于佛教名山的传奇故事 也许下回您再到佛教名山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正所谓是一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到中科院来自一日游 对绝大多数市民来说想都不敢想 但是近日中关村科技旅游节正式开幕 中科院将向游客开放对地观测中心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国家天文台等多家科研单位 而且在每一个单位中 还会安排专业人士答疑解惑 目前价格定为300元以上 目前中国人保和国际救援组织SOS合作 推出了24小时紧急支援服务 包括四档境外旅游险 从基础的经济型到顶级的至尊型 投保人可以根据旅游天数 旅行地区和消费水平进行选择 如果发生了意外或者疾病 可以直接拨打救援电话 详情可以查看中国人保的官方网站 为自己的出行加上一道安全的保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周三晚上11点 生活频道四海漫游再见